我们请部长 贴纸的事情今天大家都很关心 那我们就确认部长您知道 在越南的教科书里头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吗 了解 你们知道事先就知道 你们事先知不知道 知道 我们要了解说越南它是有 一国一个中国的政策 用一个中国为政策的国家 并没有每一个国家 在教科书都教这个东西 两回事哦 你这样辩护的态度就不对了 为什么要这样辩护吗 我是说越南的政策上 我只是要知道 部长你们外交部知不知道 越南是在教科书当中这样教的 说台湾是中国的一省 你们知不知道 我知道 知道吗 那你们的贴纸又印了什么 我们的贴纸就是我们有台湾的标识 印什么字 印什么字 就是我来自台湾 然后呢 我是台湾人 对嘛 那这就字头罗网 刚好告诉人家 我是中国的一部分 来我这里 来我这里 你们要打中国 刚好来我这里 你们要打中国 你们要打中国 刚好来我这里 你们要打中国 你嘛知不知道嘛 谁决定要印这样的文字 这是外交部决定的 外交部谁 我自己决定的 我请他们来做一个规划 所以你也知道他的教科书是这样教 你又决定印这样的文字 那岂不是叫大家贴一个标签 告诉反中的所有的越南人说 来我这里 我就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我觉得这样的逻辑不是正确的 这逻辑不正确 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这么多越南的劳工 那什么逻辑才正确 贴这个纸的逻辑是什么 贴这个贴纸 我们这个是台湾的厂商 而不是中国大陆的厂商 贴这个贴纸你认为越南人会怎么想 贴这个贴纸 越南人会直接跳到一个逻辑 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所以不要打他 会吗 我们相信很多的越南人 包括越南政府的官员 这种部长很可怕 看一下 第一页 我们就看到 这个是越南的台商 他们自己救自己 他们在网络的平台上面 大家在交换相关的资讯 那么5月14号11点的时候 仁泽工业区开始报名进来 那到那一天 闹到那一天的三点 半夜3点39分的时候呢 干部 台商会的干部就赶快教大家 说大部分的越南人是不满台湾人跟中国人的 更不知道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因为越南的教科书 教台湾属于中国的一神 那个时候大家就注意了 如果你说你是台湾人 越南人 是不知道说你跟中国人不一样的 这件事在台商自救的过程中 是他们第一时间交换的讯息 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说你是台湾人 然后呢 全越南人会认为你就是中国人 然后台商会的干部还懂得提醒所有人这件事 结果我们的外交部 却是叫我们的台商贴这个贴纸去自投罗网 你们的做法跟台商会的干部的做法刚好相反 台商会的干部的做法是 5月14号半夜3点赶快递出一个讯息 警告我们的台商 说越南人不知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越南人认为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这样在警告他们可是外交部却在印贴纸 叫他们去自投罗网 去告诉越南人说我就是中国人 来你看看他们的贴纸是什么 我要看到他们的贴纸 来看一下他们的贴纸 在应该是在第六 七十几个还是第六 我要看贴纸的地方 同奈的商会 同奈的商会 你想想看 同奈的商会 他们教导台商贴出来的标语是这样 是贴我们是台湾工厂公司 不是中国工厂公司 一定要讲后面那一句 这是台商会叫大家贴的 一边是台商会叫大家贴的 一边是外交部叫大家贴的 外交部叫大家贴的就是叫你去送死 台商会叫大家贴的就是叫大家赶快 台湾跟中国要做趋过 这个是台商会 台商会他们在他们的群组里面 指导大家自救方针的第一条 自救方针的第一条就叫他们要这样写 台商会做的部分我们完全尊重 你再看看同奈 同奈他们多么有贴 他们立刻就对 他们立刻就对越南政府强烈措辞予以谴责 他们立刻 立刻 同奈 立刻呢 对 他们做 谴责是什么呢 强力谴责越南政府公安 无能且众如暴民所作所为 人家措辞强烈 并且强力要求保护台商财产安全 并避免 避免抢案 有没有效 同奈的商会 这样这样强烈措辞交涉 有没有效 立刻有效 4点12分 4点12分 一直到 接下来 同奈省政府就召开紧急会议 然后呢 对 对同奈的台商 对同奈的台商 提供紧急避难所 看到没有 提供紧急避难所 地点在同奈饭店 就是同奈的部分 还有营养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了解 我们也 事实上我们透过桥委会 还有透过我们的代表处办事处 其实我们都有让所有的台商会了解政府对他们的关心 刚才您提到台商会所做的那个标志 我们完全尊重 完全接受 那我们外交部所做的 我不是要你尊重 我是要你知道 你不要害台商 我要你知道 我不认为我们所做的会害到台商 这一点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觉得我们要让台商知道 政府对他们的关心 政府对他们的关心 你都在这种时候 你还嘴硬想要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台湾的logo 就是要让台湾 你想要嘴硬狡辩道瘾 台商会做的 跟外交部做的完全是两套 外交部真的是在外交上软弱无力 你们软弱到这种地步 可是商会自己在自救 你看看这段期间 你看下来你就知道他们多可怜 你看我们看一下那个第十七则 我觉得我们通过台商 总台商总会各级的台商会 第十七则显示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台商 当报名进来的时候 要求他要打开保险箱 要求他打开保险箱 然后他不知道密码 结果就被打到送医 那我问了 这个就没有在你们受伤名单里面 你们说受伤两个人 这个就没有在里面 你看看他们是这样的 那你看第十八则是怎样 是他们冲入以后 所有的台杆身上的物品财物 全部被搜刮 是被搜身抢劫 我们在看到第五十八则的时候 看到第五十八则 第五十八则 他们是这样子在抢劫 最后就一箱一箱 全部变成抢劫 前面都是火烧 然后砸场 然后接下来变成抢劫 到第六十五 到第六十五的时候 是拌堂开 非常非常痛苦 七十六到七十九则 不断的蔓延 由南向北 不断的蔓延 一场一场 全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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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一场 全部全毁 到第九十六则 你看 他们就是很想哭 然后互相保 保重 到今天早上最后一则 到今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你们说现在全部控制了 最好是全部控制了 到今天早上八点二十四分 二十九秒的时候 连卡车都被推倒 安全帽也不安全了 连卡车都被推倒 卡车多么重的问题 最新的讯息 本心告诉你 没关系 我希望你们 我希望你们 一定 一定在外交上不能软弱 在外交上不能退缩到这种地步 来 我再给你一张纸 这是今年 今年四月二号 世界卫生组织 所给予我们的邀请函 我们卫福部 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就改制 从卫生署改制成卫福部了 我们的英文名称 已经变成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了 事隔半年多 去年七月就改制 到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 给我们的四位大会的邀请函 还叫我们 Department of Welfare Department of Health 关务员 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请他们 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处更正 今天是注册最后一天 我就看你秩序测出来 有没有更正 那是一回事 我要说的是 外交部做的外交是这样 在越南是做那种外交 在WHO是做什么外交呢 是做我们的公民 世界卫生组织的部分 外交部绝对没有任何矮化的 从Department变成Ministry 已经超过半年 去年七月就改了 到今年四月 你们还没有去通报 这就是你们都在睡觉 外交这样搞 外交这样搞 都用网路在动员了 现在的时代 外交部的救援 都还没有开网路平台 外交部的救援 到今天这种时候 网路平台 还让台商会自己开 谢谢啦 谢谢 网路平台还让台商会自己开 你知道吗 这什么时代了 要救援整个在越南的这些台商 你们连开网路平台都还不懂 都还不会 你们一切都还那么被动 那么消极那么落伍啦 陈明文 陈明文 陈明文委员不在